7月是凤凰花开的季节 对于安格拉留学生魏语达来说 这是再熟悉不过的夏日美景 6年前 火红的凤凰花迎接她来到 位于福建厦门的华侨大学 开启了漫漫求学路 6年后 魏语达收获了华侨大学本科学士学位证书 即将离开母校 魏语达充满了留恋和不舍 高中毕业后 魏语达来到华侨大学 安格拉政府青年科技人才班学习 该人才班 由华侨大学与安格拉总统基金会合办 学制为二加四模式 即前两年学习汉语言专业 后四年工读工学专业 学习期间 魏语达一开始就对中国诗词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尽管经常忘词 但他却乐于展示学习的成果 怒发冲冠 平栏处 萧萧于心 台望言 养青 谈笑 矿缓 激励 有些忘了 对 这已经过了好久了 除了痴迷中国古诗词 自动化技术一直是魏语达的兴趣所在 学完汉语言专业后 魏语达选择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继续四年的本科学习 留学中国六年 魏语达认识了很多中国朋友 他们一起学习做实验 客余时间相约游玩 踢足球 以参加各种校园活动 虽远离家乡 他却从不觉得孤单 我所有的朋友们 他们一般就我刚说的 一般都会愿意帮我 有什么困难 特别是学习方面 特别是学习方面 遇到什么困难 很多时候都是学习 联系他们 他们都会愿意帮助我 和2015年刚来华侨大学时的拘谨相比 如今魏语达自信大方 沟通顺畅 他喜欢中国 认为中国人尊重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 魏语达告诉记者 他将铭记在这里的点滴生活 疫情很爆发 在那时刻 老师们对我们的照顾 那真是我感觉到了 是把我们当他们的弟弟 真的是惊人 我在中国的这段时间 学会了一句 就是不忘初心 肯定会回来的 这肯定会的 和魏语达一样 刚来华大时 印度尼西亚华裔学生白佳佳 见到中国朋友 只会点头 微笑 四年来在老师同学的鼓励和帮助下 白佳佳努力学习中文 期间 他还组建了海外新生代短视频团队 半年多拍摄制作 《九十七介绍中国文化生活》 等各方面的中英文短视频 毕业后 白佳佳打算回印尼担任汉语教师 为两国文化交流 尽一份心力 我非常喜欢中国 在这里也很方便 然后老师们跟朋友们 对我也非常好 然后因为要毕业了嘛 就有点选择的 希望很多的孩子 就会多学一下中文 因为未来中文 就是对我们的工作 是非常优势的 就有优势 据悉 华侨大学2021届6400多名毕业生中 共有来自安格拉 韩国和印尼等十个国家 和地区的境外学生700人 多元文化融合的华侨大学 已培育于20万名学子 成为中国招收和培养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学生 最多的大学之一 非常孟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